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世界上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国家 实际上认同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 即台湾有自己的主权 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上 实际上在全世界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当中 它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了 换句话说 他们的一中原则除了承认中共是代表中国之外 对于他们对台湾的主权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有保留的 也是有弹性的 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具体的事实了 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发展的话 我想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一天前马英九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辩护 他认为台湾经济能保持强劲 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国民人均GDP达近四万八千美元 高于很多发达国家 就是因为台湾保持了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大陆较密切的经贸关系 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大陆周边有23个国家或经济体 其中有17个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独立 台湾的法统源于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 他认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道路 维持自治现状 把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 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 我想这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 大陆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解决 或者管理好所有分歧而来攻打台湾 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分歧 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两岸和平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马英九 与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的对谈 坐无虚席 显示了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生仍魅力不浅 因为他非常儒雅 而且讲话我觉得讲话非常有力量 而且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种peace的感觉 所以非常喜欢他 他解释得很好 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neutral的 那也没有说特别说往哪边请 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跟理想 其实是很有logic 能够被所有人能够接受的 那我觉得这次见到他 我之前也见过他了 那这次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来与会的民进党支持者 则不认同马英九 台湾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个选项的说法 我认为台湾有两个以上的选项 他的这两个选项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台湾的美国朋友 我肯定也不适合台湾人民 我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 马英九说了很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宪法 美国之音方斌张珍 纽约报道 我们将认为台湾人民币的问题 我们要认为台湾人民币的问题 我们将认为台湾人民币的问题 感谢观看